來 基隆市創造就業 Open 畫面上市基隆市長謝國良 贈送在地伴手禮全力米香 給來訪的跨境創新創業交流協會 協會也回贈由會員自家研發的 AI智慧貓殺機 與3D列印技術文創品 呼應謝國良推動基隆成為友愛城市 創新交流協會 幾位前理事長還有創會顧問 都是我的好朋友 那今天包括盛文兄在內 大家都來基隆 那我們覺得老朋友後面也很開心 我主要是希望大家多了解一下 基隆現在的產業環境 跟我們未來想要發展的幾個重點 希望能夠雙方有更多 創業就業上的交流 因為基隆現在就是 要努力去創造新的就業 所以這方面我希望大家 深入討論過後 還是希望大家能夠選擇基隆 不管是新創 或者是一些其他事業的經營 我們都希望能夠跟基隆 有多一些的連結 所以各位可以想到就是說 為什麼我對基隆 充滿了希望的緣故 就是因為我覺得 一個老的城市 需要一個真的有創意 而且是真正了解產業問題 真正有經歷過自己本身 有這樣的經驗的人 才有辦法去解決很多問題 用新的思維 用新的做法去解決很多 城河跟過去所沒有辦法解決的事情 那我想這個 以基隆來講 全台灣第一條鐵路 事實上從基隆 弄到新竹 這流民船的時代 滿清的時期 就沒想到現在蓋條基階這麼困難 他想到你第一條鐵路就這裡蓋出來了 那平常你講 如果不是謝國男的話 我也不相信有人有辦法解決這個問題 說實在的 因為畢竟以JoyX的這個學經歷來講 不管是從建設方面 成本方面 考量方面 還有各種這個效益方面 我認為他一定可以幫基隆市 爭取最好的條件 這一點我很有信心 那也希望各位朋友 掌握到這個 我們這個謝市長 未來這個積極在推動這個產業發展 跟這個城市改造的這個契機 看看有沒有什麼事業 可以來基隆發展合作 因為這畢竟離台北 新美都很近 大概來到20分鐘就到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 大家如果有好的這個想法 我想我們 我們就 我們謝市長一定很樂意 去跟大家合作來討論 讓大家共存共榮 很多人曾經問我說 我想做的基隆科學園區 要引進什麼行業 我說要降低成本的行業 就是最好的行業 我覺得我們不要受限 現在其實也有很多產業 其實一段時間 就會更新 就會新增 那我個人也有在 醞釀跟希望 引進更多 航運相關的供應鏈物流管理的產業 那這個部分我也會繼續努力 因為供應鏈物流 現在也是一個潮流跟趨勢 那大家都可以看到 航運股這幾年為什麼飆漲 就是因為供應鏈管理 出現了不正常的狀態 所以基隆應該要努力 那這也跟我過去 一些友人在不同的理工學院 有一些專長跟專業知識 希望能夠跟其他的城市 甚至學術產業機構合作有關 總之我們想要努力引進一些新的產業 這是我們應該要做 然而基隆過去的航運 應該要從航運變成整個 航運相關產業的供應鏈物流管理 所以只要是任何有運送到 這個物品的都是所謂的供應鏈管理 這個部分我們要繼續努力爭取 會中產發處長林鼎超進行簡報 雙方就基隆的清創與就業環境 產業現況及未來展望 進行充分交流 期盼整合產官學資源 共創基隆清創良好的發展環境 記者黃日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 謝謝特朗 謝謝特朗